这种神秘病毒一个月内便席卷了全世界 它形如流感触碰飞沫甚至气溶胶都可能成为它的传播方式 一时间城市封锁民众暴动 各自为获得疫苗勾心斗角 一线的医护人员焦头烂额 背后的商家媒体大肆炒作 有许多人在抗疫过程中死去 也有许多人大发横财 这一切与我们经历的新冠疫情十分相像 那么在这部十年前就预言了全球疫情的电影传染病中 事情又是怎么发展至此呢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零号病人金发姐正在香港出差 出于某种未知原因 她成了病毒的感染者 当时的她还没体现出任何症状 在跟国际客户们嗨了一波后 病毒传到了不同的人身上 两天后大家各回各家 病毒也从香港跑到世界各地 英国和日本首当其冲 一开始民众和政府不以为然 以为只是各地零星的病例 但此时一名怀揣阴谋论想法的记者脑洞大开 他认为这些病例背后一定有个强大的传染源 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到博客上 果不其然 每两天美国也突然爆发病例 疾控中心有点慌 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发现这些人都与金发姐有过直接接触 并且通过对金发姐的尸检 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 他们从未见过的类似流感的病毒 疾控中心主任老黑 感觉摊上大事 立马派人跟政府沟通 结果政府完全不理他们 且不说这病毒还没研究清楚 过两天就是感恩节了 如果不让大家上街购物 今年GDP肯定大受损失 老黑某的办法 只好自己派出助手 前往金发姐所在地继续追踪 数量持续激增 范围已经扩大到好几个州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情况也逐渐混乱 天朝大陆已经受到香港影响 非洲和欧洲也逐渐被红色覆盖 政府和世卫终于坐不住了 宣布全球进入防疫状态 全球疫情正式爆发了 由于已经慢了半拍 之前病毒积累的潜伏人群技术很大 仅仅十几天 世界地图上除了南极洲 就没有地方不是红的 为了查找源头 世卫组织派出专家前往香港探查 经过一番追踪 大家无法再找到比金发解还早的病源 一时间调查陷入阻塞 另一边美国疾控中心 也在疯狂研究国内的病例 他们发现这次的病毒中 包含蝙蝠和猪的序列 并且病毒还处在变化阶段 致死率高达20%至25% 老黑面色沉重 立刻开发布会告知了民众消息 一时间民众全都恐慌不已 吓得不敢出门 但这时有心眼不正的人出来捣乱了 由于之前成功预测了疫情 写博客的那名记者被不少无脑网友奉为先知 他暗中勾结政权机构 故意引导风向 表示连桥可以有效治疗疾病 一时间民众全跑到药店哄抢 抢不到就进行打砸 连桥的股价疯狂上涨 为了让自己的说法具有说服力 记者还故意装病 在镜头面前喝连桥药 他把矛头对准疾控中心 说对方故意不公开连桥的药效 是因为跟制药公司勾结 想从制造疫苗中牟利 一时间疾控中心被推到风口浪尖 老黑在媒体前被当众责问 一开始他义正言辞地辩解 但尴尬的是 记者这时爆出一个猛料 原来因为近期政府采取了封城操作 为了保护家人 老黑擅自把这个消息提前告诉了妻子 结果妻子又告诉了好友 几个小时后 被封城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民众纷纷出逃 出逃不了的就开始抢劫物资 一时间街道上混乱不已 给治安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很快被曝光的老黑受到上层调查 老黑十分不爽 因为实际上政府上面的人自己都不干净 前两天由于自己的助手在一线感染病毒 老黑本想利用自己的关系 动用一台隔离飞机把他接回来 但国安部的人拒绝了他 理由是飞机已经被一个感染医员用了 不仅如此 他们在封城前就已经悄悄转移了总统等所有官员 不久后那名助手在疫区感染身亡 老黑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疫情爆发已经四个多月了 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 许多城市的街道上堆满了垃圾和尸体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片末日的氛围 民众开始不理会政府管理 每日物资配额发完 他们依然冲过去大闹 纵火和抢劫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看着如此萧条的世界 老黑的一名手下忍不住了 一天在发现自己的一只疫苗实验猴接种后并未染病 他直接省去了所有临床试验步骤 把药打到自己身上进行人体实验 幸运的是药剂成功了 政府立刻开始生产疫苗 但因为产量有限 大家必须通过姚浩抽签 可实际上一些有钱有势的官员 早已被安排优先接种 老黑虽也不例外 但良心有愧的他偷偷放弃了这项特权 把自己的疫苗给了底层员工的一名孩子 另一边在得知美国疫苗研究成功后 其他的国家和势力都紧张起来 在香港那边 世卫专家的当地助手忽然在路上绑架了专家 他以此为要挟 让世卫交出疫苗救治自己村庄的孩子 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来硬的 他们这种穷苦的地方永远都轮不上疫苗 迫于无奈 世卫只好让美方拿出疫苗给了助手 让对方放走了专家 可到机场后 接应人员表示 刚才给助手的其实是安慰剂 专家不敢相信 他立马起身拿着真疫苗想回到村庄 原来虽然属于被绑架者 但在囚禁的过程中 专家真正见识了穷人们的生活 即使绑架的做法不对 他依然不希望村庄的孩子被假疫苗坑害 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天 因为有疫苗的生产 世界逐渐恢复了正常 在故事最后 影片从上帝视角为我们展示了 剧中人所不知道的病毒起源 原来金发姐那次去香港出差 是为了参与公司的一个伐木项目 而当公司进行半夜伐木时 意外惊醒了七夕的蝙蝠 他们飞离了树林 来到了一个猪圈内 不小心把嘴里的香蕉掉了下去 之后香蕉被猪吃了 猪被载后又送进了厨房 厨师在用手接触猪嘴后 被叫出去与金发姐握手 于是就这样 零号病人产生了 传染病是2011年的一部魔幻电影 它利用群像系的手法 令人震惊地展现了 与9年后的新冠疫情 大为相似的情况 它既展现了疫情中 人性的光明和黑暗 也对疫情的起源 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解释 虽然在现实中 新冠疫情的源头依然不为人知 但按照这部电影中 传达出的主题 人类所遭受的重创 不仅仅是因为人类自身的脆弱 更多的是来自人类的自大 和对生态的破坏 这样一旦灾难发生 我们只能自食其果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